台湾省政府農民厅为了聘合中部农业开发的工作,特别从国外引进了很多优良品种的水牛和山羊,在东部的山坡地市场和山羊,由菲律宾引进来的水牛属于摩拉种,这种水牛除了供应农村的劳力之外,还可以产牛奶,并且和黄牛肉的肉脂一样,可以供应市场的需要。 花莲区农业改良厂在小油出生四个月之后,就分配给农民去释养。由菲律宾引进来的山羊是属于河农种,目前在世界上是算是品种很好的了,这种山羊发育增长得很快,而且油水很多,因为养羊的成品很低,所以这种羊乳也就是一种延价的营养品,并且也替农村增加了家庭副业的收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